大家看多个曲线设置不同的 让这个设置呢不相同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 比如GDR plot X1Y1 叫做format1 X2Y2 format2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 这个呢 就正好说明了咱们上边这个 咱们这块呢 没有给color这个属性 我们直接给了一个R 那这个R呢就紧挨着我们的第二条 紧挨着我们的第二条线 是不是 所以说第二条线就变成红色的了 而我们的第一条线呢 如果没有这个format1 他就认为我们没有进行设置 好 接下来咱们看看这个 对多条曲线设置不同的属性 trot.plot trot 在这个里边呢 咱们给一个x 然后再给一个x x 然后逗号 给一个np.sin np.cos x 好 那咱们现在呢 在第一条属线后边 给它加一个属性啊 单一号 比如说这个里边咱们想 想让它变成红色的 这个形状呢 是杠杠 然后给它加一个大写的d 第二条曲线 第二条曲线呢 我们来一个单一号 把它变成绿色的 比如说来一个g 杠点 咱们这个时候呢 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o 执行一下 s is 我看看s is not defined cos 这个应该是cos x 执行一下 好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数据 是不是在这儿就得以展示了 对吧 但是咱们看看 看看咱们这个 这个图形的宽度 是不是就 变了 对吧 等会儿啊 咱们先给它一个啊 比如说让它是红色的 然后让第二个呢 是绿色的 接下来呢 我们改变线 线形 那对于这个第二条线呢 杠点 执行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给它加入这个marker 再给它加入marker 一旦我们加入marker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线形就变粗了 对吧 好 咱们看看 给它个1啊 执行 那这个线形就一下子就变了 对吧 好 咱们这个时候这样啊 在它的后边呢 统一给一个 marker marker 比如说这个marker呢 咱们让它是 哦 实行一下 依然全部都变宽了 对吧 给一个marker 然后呢 咱们让它的大小 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啊 这样的话 这个marker太大的话 将整个这个线 整个线形就掩盖住了 是吧 咱们来一个marker size 比如说它是0.5 执行一下 呃 我看看啊 应该是 少一个 这个marker应该挪到里边 它对是吧 好 这个时候就对了啊 执行一下 呃 marker变成0.5 继续调小一下啊 变成 0.2 好 这个时候就略微能够看出来了 是吧 还是不行 对吧 大家看啊 看我们这个x的这个范围啊 x执行一下 我们发现这个x这个数 是不是太多了呀 对吧 x这个数太多了 所以说就导致咱们这个marker呢 没有办法很好的展示了啊 并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数据给用错了啊 好 咱们现在对这个x稍微做一个调整啊 x呢 等于np点 和range 因为刚才呢 咱们在绘制那条正悬波的时候 咱们将这个x呢 给它调整了 这个时候呢 咱们再给它调整过来啊 0到10 比方它的间隔是1 执行一下 重新生成这个x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修改这个marker size 也可以完成了 比如说我们依然给它一个o 好 这个时候大家能看到 我们的数据是不是就在这儿 得以展示了 因为我们的底儿太多 刚才我们x 我们打印了一下x 发现这个x呢 太多了 对吧 太密集了 就会导致它选底儿的时候 它选底儿的时候 那一个底儿一个底儿 每个底儿和每个底儿 是不是就挨住了 挨住了之后 你想咱们看到的那个效果 是不是就看不出来效果了 你看 我们发现我们的上面一共有几个底儿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大家看是不是十个底儿 是十个底儿还是九个底儿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是十个底儿是不是 咱们看咱们的x是多长 插入一行 咱们看 LEN x作为参数传进去 大家看我们的x的长度是不是10 假如说咱们这个时候这样 咱们将它的长度 给它变成20 看我们这个长度 就变成20了 当我们再进行画的时候 执行一下 看我们这个底儿 Mark这个底儿 这就变成20个了 所以说Mark这个底儿 它根据我们所绘制图形的数据来决定的 这个数据底儿越多 那它绘制的这个底儿就会越多 好 接下来咱们继续往下看 那对于这个样式的设置 一共有三种方式 咱们刚才呢 向方法当中传入参数 向方法当中传入参数 这是一种设置 我们还可以对实力使用 一系列的set方法进行设置 咱们现在呢 还使用一下第二种 第一种呢 咱们就不演示了 因为上面呢 咱们一直在使用 好 接下来咱们看 对实力 使用一系列的set方法 那么我们首先 得创建一个实力 是不是 那就是PLT 点儿 叫subplot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给它一个数据啊 subplot里边 我们可以什么都 什么都不用填 叫axis 就等于它 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对axis 进行一个图形的绘制 叫plot 这个里边呢 我们给一个x 然后给一个np.c 小括号 给一个x 执行一下 这个图形呢 就绘制出来了 接下来呢 咱们对它进行设置啊 axes. 这样它的方法 我能够发现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系列的set方法啊 看到了吧 这里边有一系列的set方法啊 咱们可以set一个color set c-o-l set color c-o-l-r 它里边叫set color circle 是吧 看看这个方法是什么啊 shift tab 叫color list 那咱们现在呢 就给它一个颜色啊 比如说咱们给它一个红色 r 执行一下 没有发生 color circle 单一号 红色 the color circle 我看啊 the color set color circle was depracketed in 卧人1.5 是吧 use set prop circle instead 它说这个方法过时了 让咱们用这个方法 对吧 你看这个注释啊 set color circle was depracketed in卧人1.5 也就是说在这个 因为我们的matplot 我们的matplot呢 呃 它的这个版本呢 实时在进行更新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版本啊 plt p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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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用的 那我想一想啊 plt.ver 没有这个参数 是吧 比如说咱们的numpy 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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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 大家看这个numpy的这个版本号呢 是 1.13.0 是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 Python呢 Disk matplotlib 大家看 它的这个 现在这个版本呢 哎呀 还不是调用它啊 那这样啊 Import matplotlib 其实我们平时 我们平时 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导 Pyplot了 这回咱们这样啊 直接讲 matplotlib 给它导进来 Import matplotlib as mpl 我们调用 mpl的 杠杠 Vers 再来一个杠杠 执行一下 好 咱们现在 能够发现 这个 matplotlib 它的这个版本号 是2.0.0 对吧 而这个方法呢 是在1.5之前 在使用 1.5之后呢 就被废弃了 那咱们现在使用它新的方法啊 叫setprop sicle setprop呢 prop有property的意思 property有属性的意思 粘贴到这 咱们现在给它一个红色 好 这个红色呢 咱们这啊 给一个中括号啊 很多时候都得需要一个中括号 执行一下 依然不行 是吧 the must be a circle instance 光标放到这啊 shift tab 我看看它里边这个参数 ARG 叫 叫 叫 Label Label1 Label2 STR Su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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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label etr 呃我看看这个label啊 plt 调用plt啊 调用plt将这个axis 参数传进去 然后给一个r 还是不行是吧 呃has no attribute 那只能调用 axis shipping the tab label label 稍微等一下啊 大家啊 在我们使用这个axis进行画图的时候 axis.plot 那么它会传回一个参数 比如咱们叫line1啊 line1就等于它 咱们对这个line1进行设置 执行一下 还是不行是吧 啊 able type list 好 那咱们先继续往下看啊 先继续往下看 看它的这个设置 axex 调用它点 它这个里边呢 还有一系列的啊 叫set什么是吧 呃 咱们看看这个里边的 属性 比如咱们先set一个title 在这个当中呢 来给它一个cx 执行一下 好 那这个cx是不是就作为参数传上去了 接下来咱们继续啊 axex.set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setlabel 比如说这个label呢 哎 我们给它一个x啊 执行 没有传上去是吧 setlabel 单数没有写上去 咱们看看啊 能不能set一个line l-i-n-e s-t-y-l-e 看看有没有这个方法 没有提示 我们按shift的tab呢 没有提示 来一个杠杠 执行一下 has no attribute 没有这个属性 奇怪啊 点 set一下 下滑线 type键 我们看看这个里边都有什么啊 它有alpha对吧 set clip set face color 看一下这个set 的face color啊 我们可以将它的背景颜色呢 给它修改一下 哎 这个时候它的背景就变成红色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set color呢 就是说这个set的方法 它有一些 在这儿好像是没有对吧 调用一下set 我们看这个里边的 所提供的方法 那刚才我们所设置的那个叫set 下滑线 color 还有一个叫set proper cycle 这个方法呢 我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了啊 我之前呢 使用过 叫set property cycle for any future plot commands all these axis 遗憾的是呢 遗憾的是呢 在这个当中呢 大家看啊 遗憾的是在这个当中 它也没有一个 也没有给一个这个案例 对吧 你看 根本也没有给一个案例 就只给了一个 这个参数的这个说明 那大家能够看到它的这个用法呢 用法一共有三个 是不是可以给一个arg 但是我们直接给arg呢 还不管用 给一个blu啊 一给一个blu呢 直接就给崩了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呢 咱们下课呢 再去调试啊 下课再去调试 这个里边呢 只要它给定的这些属性呢 我们都可以进行设置啊 set 比如我们可以set一个arpa set一个 大家看咱们set一个什么呢 可以set一个 set一个figure啊 set figure的话 只行 在这个当中呢 咱们给它一个figure 比如说12 12到号9 执行一下 依然会出错是吧 12到号9 执行 set figure task two position but three were given shave the tab 依然是没有给 set figure 看看我们这个 在线形当中 它属于是第三种方式的第二种方法 对吧 咱们看看咱们这个啊 是这样啊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啊 那prt.plot 我们调用prt.plot之后呢 它会返回一条线 我们可以对这条线呢 进行设置 回到咱们代码当中啊 回到咱们代码当中 其实咱们呢 调用了这个prt 得到了我们的这个画板 这个axis呢 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画板 有了这个画板之后 我们使用画板进行图像的绘制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line1 咱们现在呢 对这个line1呢 进行一个设置啊 Ctrl Z 比如说我对这个line1呢 设置一个颜色 LINE 叫line1点 我们set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咱们set一个line 叫line S-T-Y-L-E 给它一个line style 单引号 杠杠 执行一下 line1 setline style 那这个时候 咱们这样啊 直接调用prt plt.plot 那prt.plot呢 它会直接返回一个line1 咱们prt.就不添加这个subplot了 那这两个代码呢 咱们先注掉啊 咱们看这种方式 能不能对它的这个线形 进行一个设置 大家发现依然不行 是不是 setline style 是不是 哪个地方给写错了呀 它可以设置 setline wise 是不是 它可以设置 set这个line wise 那我们回到这 把它改成line wise setline WIDTH 执行一下 把这个line wise呢 比如说我给成 5 执行一下 来一个逗号 执行 是这样啊 大家看啊 我们得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啊 那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啊 大家看我们这个prt plot 它会返回一个数据 那它返回的这个数据 咱们看它是什么啊 比如说咱们使用x来接收一下 咱们先将下 先将下边这个注调 我们print一下这个x 大家就能看出来它是什么了啊 print一下这个x 执行 我们能够发现 这个print这个x 大家看它打印出来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这个样呀 看到了吧 这是它打印出来的这个样 那带有中括号这个东西 是不是一个列表呀 对吧 它带有中括号 它是不是一个list啊 那我们想要对它进行设置的时候 咱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因为x是一个 x是一个这个列表 那么我们就可以x中括号0 对它里边的这条曲线进行设置了 我们x0.set下滑线 叫lineline w idth 设置一个比如说5 执行一下 has no 呃等会啊 我看看咱们的第四行 执行一下 哎刚才行呢 怎么现在 是吧 来执行一下 现在呢 它报这行错了 对吧 呃 这个object has no attribute 的信方法 大概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因为我们这个里边用了x 然后后来我们接收的时候 又是不是又接收了一个x呀 那咱们现在这个x是不是得重新创作了 x呢就等于mp.arrange a r a n j e 重新给它创作一下 0到10 这个间隔呢 咱们是0.1 好 那咱们呢 给它改个名啊 它所返回的这个数据呢 是一个列表 咱们起名叫l吧 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错了啊 好 这个数据呢 出来了 假如大家看啊 这个时候啊 假如我再创造一个啊 plt点 我是不是可以画多条线啊 plot 里边呢 我再给你画一个np点 cos cos 再来一个cosx 然后呢 我再画一条线啊 就是plt点 plot 下滑线 x 咱们来一个x乘以2 那么在我们进行绘制的时候 咱们同样的来接受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呢 叫l2 就等于它 我们同样的打印一下这个l2啊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数据长什么样 实行 好 大家看啊 我们的这个数据 大家看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每一个这个l2呢 这个l1 我们会得到一条线 然后呢 我们声明一个l2 又会得到一条线 接下来我们再声明l3 也会得到一条线 就说在这个图形当中 有三条线 我们如果想要设置set方法的话 其实我们设置的 是不是对这条线进行设置啊 其实刚才我们这个思路呢 是稍微有点问题的啊 你看我们直接是对谁进行设置了呢 我们直接对这个轴 对这个画板进行设置了 是不是 刚才呢 我们对画板进行设置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将这个颜色 我们如果设置画板的话 那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背景颜色 都会变成红色 对吧 但咱们现在如果仅仅想设置一条线的话 那么我们在进行绘制的时候 就是PLT.plot 它会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当中呢 就是我们的那条线 咱们现在呢 对于这三条线 分别进行一个设置 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打印 我们发现这个数据 大家看 它是不是一个列表形式啊 如果我们想要直接获取 这个里边的这条线 大家看 它叫MAT.plotlib.line2d 如果我们想获得这条线的话 那么我们在进行接收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一个逗号 就是说我们 加了一个逗号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要将这个里边的值 给它进行输出 好 咱们现在继续打印一下这个L2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 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运行 好 这个时候大家发现 大家看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得到了这个Line2d了 是不是就没有刚才那个列表了 那 这个呢 就是逗号它的作用啊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咱们将L这条线呢 这个颜色呢 给它进行一个设置啊 那就L.set下滑线 叫color 好 这个时候大家就能够发现 我们是不是就找件color这个属性值了 好 咱们调用一下color啊 调用一下color 比如说我将第一条线呢 我将这个正悬波 给它设置成红色的 我将第二条线呢 大家发现我们按这个type键 它就有提示了啊 我们刚才呢 给用错了 比如这个line style呢 咱们来一个杠杠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执行 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这个数据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呀 第一条线是正悬波 我发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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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悬波啊 这个正悬波是红色的 第二个呢 是鱼悬波 它是紫色的 第三条线呢 就是咱们那条直线 咱们那条直线呢 大家看 它是不是就是变成绿色的了 它的线宽 大家看啊 现在是五 那刚才我们写错的这个地方呢 咱们也 咱们就是说把它注视掉就行了啊 大家看到这个代码就知道 就是说 在我们进行设置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设置就可以了 好 这是咱们的第二种方式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来继续往下看啊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使用setp这种方式 也可以进行设置 那咱们现在呢 调用这个方法啊 那setp这种方式呢 p这个词呢 是property的意思啊 大家看setp 这个方法呢 p呢就代表 proper 就是property property呢 就是属性的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它呢 来设置属性 那咱们现在呢 就找见这个方法 就是plot.plot一下 plot 在这个当中呢 来一个x np.cx 先对它呢 进行一个绘制 绘制完之后呢 我们调用p2t底 找见setp这个方法 找见setp这个方法 我们看这个方法啊 看这个方法该如何使用 将光标放到这 按一个shift tab 我们点开这个加号 在这个加号 大家看啊 看这个加号 我们setp里边 是不是应该用这种方式啊 看到了吧 是不是应该用这种方式啊 我们是不是应该 我们要对谁进行设置 我们是不是要将那个对象 给它放进去啊 大家看它上面这行代码啊 它是不是调用了一个plot 然后前面 前面是不是进行一个接收呀 叫lan 逗号 对吧 那咱们模仿它啊 前面呢 是我们的lan 逗号 就等于它 那我们在setp的时候 我们要对谁进行设置呢 对我们的lan 进行设置 我们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下 它的 设置一下它的这个 lan style 进行往下看啊 这个lan style 等于这个 是吧 我们复制一下啊 ctrl c 放到这儿ctrl v 执行一下 好 现在我们发现 这条曲线是 这条线是不是就有了 好 你如果还想要 对更多的属性进行设置 来我们可以输入 叫lan width lanwise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3 执行 它就变宽了 再想设置marker marker 那这个marker呢 单引号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o 执行 好 现在 就是说最后这种方式呢 是 这么进行设置的 p呢 是property 我们要对谁进行设置 那么我们就将 那个属性放进去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plt呢 再绘制一条曲线啊 叫plot 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给一个鱼 选拨 np.cos 小括号 传一个x 传一个x 我们执行一下 执行 我们发现 我们的正悬波进行设置了 但是我们的鱼悬波 是不是没有变呀 鱼悬波 想要变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得将 鱼悬波的这个 Line2 接收一下 Line2就等于它 想要对谁进行设置 那么我们 把哪个对象 作为参数 传到我们赛的p里边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执行 好 大家看 我们的鱼悬波呢 就进行设置了 好 咱们现在呢 下课休息一会儿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